这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摇杆模组 摇杆它分两个部分 上面这个橡皮塑胶的部分 这个是它的按键帽 所以你到时候这是可以把它装上去 这是摇杆的本体 那这个本体它除了可以左右上下的移动之外 它还可以往下按当做一个按键 那么所以它的讯号会有三种 我们可以看到接线这边 这边有五个接点 五个接点一样模组都会有接电的部分 那这个电的部分呢电源的模组就是这两支在负责 5V跟GND 所以这两个是要供电 模组供电的部分 那另外三个讯号呢 这个VRX VR代表的是可电电阻 那X就是X方向 那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类比的讯号 X轴的类比讯号 那也就是说你的按钮如果往左边或往右边的时候 在这一支脚就会输出不同的电压讯号 那所以VRY就是Y方向上下 Y轴的类比讯号 然后这个SW呢就是Switch 它是把这个按键帽直接往下压的一个Switch的开关 那它是一个数位型的 所以这个按钮它总共有三个不同的讯号 一个是X方向跟Y方向的类比讯号 跟一个Switch的数位讯号 所以我们使用上呢要把这两个VRX VRY接到类比的输入角位 然后SWSwitch呢接到数位的角位 那如果你都把它接到类比也可以使用 就是程式稍微写法不太一样 或者都把它接到数位的角位也是可以使用 但是那个你把类比接到数位的角位呢 它能够分辨的部分就会比较少 关于按键模组的使用跟接线的方式 那么接线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条5PIN的杜邦线 也可以使用之前我们就拆好的线也是可以 那比如说这个5V跟G我就直接用这个3PIN的杜邦线 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 那所以呢GND就是咖啡色 然后5V就是红色 那我就习惯用这两个去接模组的供电 那另外那只脚就把它空着 就把它空着 那另外另外的三个讯号线呢 我就用之前的拆好的角位 那看你怎么接自己要认颜色 那我这边我就把它 这边一个是白色一个灰色 颜色比较接近 那我就都把它当做是类比 然后紫色这个颜色比较不一样 就把它当数位 这个是在按钮这一边 摇杆这一边 然后接下来在Arduino这里 我们的V跟G模组供电的部分 都可以接在这个黑色的部分 黑色跟红色的部分 那这两个这边跟这边 原则上就是供电跟接近的部分 所以你任何一个插座都可以插 那另外呢 那个VRX VRY 因为它是类比的讯号 所以我们会选择把它接在这一排 找两个 找两个比如说A0 A1 这是类比讯号输入 那另外在那个Switch按钮的部分 我们就会把它接在这一排 找一个 找一个输入就可以 那所以我就把刚刚的供电 V跟G 我就直接插在红色跟黑色的插座上 V跟G 然后另外三条讯号线的部分 白色跟灰色这两条 刚刚是VRX跟VRY 它是类比的输入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A0跟A1 然后另外紫色这一个呢 是数位的输入 所以我就把它接在D3 好 D3 那这个都是可以自由选择 反正这一排都是数位输入 这一排都是类比输入 那唯一要注意就是0跟1 平常尽量不要用 因为它在电脑上面 直接负责你的USB线 跟电脑传出资料的一个接头 以上是接线的部分 好我们一样用Transformer 来解释这个摇杆的应用 好首先呢一样是 将S2A Plus的积木给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我们要去启用一个数位输入跟两个类比输入 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启用数位输入 定义数位输入角位第四角 这边要选4 我们刚刚是接在第四只角 好为输入 那读取这个第四角的值呢 我们使用这边的读取数位角位的值 那一样是选第四只角 那另外VRX跟VRY呢 它是属于类比输入 所以我们使用这一个积木来做定义 使用类比角位 A0 所以这里选0 当作输入 那么读取的部分 是使用这一个积木 读取类比角位 A0的值 A0的值 所以这个是VRX的部分 那同样的VRY跟VRX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把它接在A1的角位 所以读取的也是A1的值 那么现在呢 因为我们希望在画面上 同时要能够看得到三个数值 所以我们 如果你用梭 你用这个梭的话 它只能一次显示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变数这边新增加三个变数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按钮的变数 那这个是放数位输入的值 然后再增加两个变数 一个叫X变量 一个叫Y变量 所以在这边建立变数这边 可以去输入 分别输入 X变量 Y变量 跟数位输入的三个变数 那我们把三个都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读取这三个数值 所以我们在这个启用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些数值 所以我们把启用先叠在一起 先把这三只角做启用定义 然后定义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读取它的值 那么所以我就把数位接角读进按钮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X变量X变量我就把A0放在里面 然后同样的Y变量我们就把A1的值放进去 那这个读取的动作上面是定义下面是去读取的动作 那我们因为要随时侦测 所以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等待时间 然后让它重复不断的侦测 所以我们再把它重复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呢加一个等待时间 你的侦测的时间0.1秒到0.05秒应该是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把它接上来加一个点预期 那么当开始执行预期的时候 那我的小猫呢就会不断的去侦测这三个数值 那你就可以在画面上看到这三个数值的变化 那我们就开始来看 当你Action的时候按滤起 你就会看到三个数值不断的在跳动 那这里面这里面稍微说明一下 有看到这个按钮 按钮它会感觉不太正常 但是因为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它本身的电路制作有点小瑕疵 它我们一般在做按钮的时候 我们会加一个小电阻 那它如果没有加这个电阻 会造成它的装置的不稳定 那所以我们要稍微改一下程式 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加电阻 所以我们把第四只角的数位输入我们改一下 改成这一个有上拉电阻 或者有下拉电阻的这一个输入 那这是什么意思 上拉电阻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按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高电位 那下拉就是把它往下拉 就是你没有动作的时候 它会把你拉成低电位 那我们先用比较符合习惯的话 应该是没有按的时候是0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好了 那这个的作用它就会启动 那个Arduino里面的内建的电阻 就比较不会有不稳定的状态 那我再来执行一次Action Action之后你看没有按的情况下 它都会是0 蛮稳定的 那我如果去按它 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如果去按这个按钮 按下去按钮就变成1 放掉就变成0 那么所以它就可以很稳定的测试 这个按钮的状态 那这个是属于数位输入的部分 那它的X跟Y的变量 X是左右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一个数值 现在是500多 摆出头 那当我把它往右边 稍微往右边 请你注意一下这个X变量 好 往右边你会发现那个数值会慢慢变多 那我按最大力它会到1023 然后从按往左边的数值会慢慢变少 然后按到最左边它会变成0 那所以这是一个类比的讯号 类比的讯号 那类比的讯号 它在电路上面其实是电压传到Arduino身上 但是呢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10位元的解析的晶片 所以它把你的电压转换成数字讯号 所以它的范围是在0到1023 总共有1024种变化 也就是说0到5伏特它把它切成这1024份 所以你往左边数字变小 右边数字变大 那中间呢大概就是500多的距离 那至于这个确定的数字要看它里面 分压的电阻去做的设定 所以这不会是不一定会一样 那Y的变量呢就是上下 所以一样你的滑杆往上变成0 往下呢会慢慢增加变到1023 它都是可以有程度的差别 有程度的差别 那这是X跟Y它是属于类比的现象 那所以我们在使用模组的时候呢 先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组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接线做测试 所以先了解再测试 那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观察 它的这个数值是怎么样的变化 然后它的上线下线会在哪一个地方 什么样的情况数值会到哪里 你要先做个观察心里有个底 然后之后才可以去写程式 所以先观察再应用 先观察再应用 所以我们其实整个使用元件的部分 我会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这四大步骤 新的模组你就去使用这四大步骤 就可以很简单的去使用这个模组 使用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范例程式 那左上角这边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使用三只接角 然后分别测量X跟Y的变量 还有按钮是不是有被按进去 那每0.1秒侦测一次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会把我们感测器的数值 直接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使用它 去使用它的时候呢 这有两只程式 第一只程式是负责调整小猫咪上下左右的位置 那所以我们在一开始把它定到中间 然后等一秒 等一秒的作用是让它设定定义好 开始启用之后我们再开始动作 那X的位置呢就是小猫的XY的坐标轴的位置 那我们要根据这个变量 就是感测器收到的值 减掉它的基准值 也就是两个相差多少 相差多少 然后我把它除以缩小100倍 我如果现在是1023 那1023捡起来大概是600多 600多除以100大概等于6 那所以在这0.001秒的时候 我的小猫就如果是往右边 它就会往右边走六步 那同样的道理 那Y呢也是用你的基准量去减掉 你的现在的这个Y的值 那因为它是上下颠倒 它上面是0下面是1023 它的按钮上面是比较少 下面比较多 所以我就两个颠倒 颠倒之后就会变成取谱数的意思 所以一样再缩小100倍 那这个就可以决定往X跟Y上面的变量 也就是猫要往哪边走 那这是猫移动的位置 那另外呢 我同样是在1秒之后 那我去侦测我的按钮 如果是1 1就是被按下去的状态 那我这时候呢 就把尺寸变成200 那如果没有按就变回100 就原来的样子 那所以这三支程式 就可以让我同时去侦测位置 然后同时在猫咪的身上 看到这种需要的改变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测试 当我按Action之后 那这时候呢 我去移动我的小杆 我就可以上下左右自由的移动 我的小猫 那我如果按下去 它就变大 放掉就缩小 放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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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位置 放大缩小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基础在 基础的按钮的使用方式 那各位要记住 我们使用一个新模组 比较能够自己能够学习的方法 有四个步骤 先了解 再测试 先观察 再使用 所以这个是属于使用阶段 所以你已经知道数值 会落在哪个区域 然后你才去写你的城市 做变化